嗨,大家好,我是芳姐 今天回老家了,返乡了 其实也就我一个人回 他们,我们包仔饭店和鲍鱼饭那边还在开着店 我们在这边加油 我们去年就是,生意亏了之后 去年就没有回家过年 就是,就是在店子里面过的年 就是在包仔饭店过的年 那个时候我们一份饭都卖到三十 但还有好多人在吃 就没有回家的人也比较多 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回家过年 本身也是今年也不打算回的 想的是过年也还能赚笔钱 一天做两千块钱,有十天嘛 也有两万,我在想 后来家里有孩子 两个孩子 19年真的是一个很命运多船的一年 是我19年生了一个孩子 孩子才五个多月 都没有喂抹乳 我就出来了 然后这次是,我是一个人先回 然后他们,姐夫他们还在那里做 可能要做到大年三十那天 然后我们准备出午又要过去 就在家里休息五天 回家也是 也是 来 上个鸡 不要叫我 回家最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被吹带 我应该如何面对呢? 其实来到这个世界 没有人应该问我们做什么 只有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勇敢的面对 拒绝长大,逃避责任 是自己在放弃自己 我们可以抱怨借借人的不理解 我们也可以吐槽亲朋好友的远离 这些都可以 但是,你不可能因为你一分的努力 就可以随便购物 你不可能因为你两分的努力 就能过上铁面的生活 你只有拿出你十二分的努力 才能够努力的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城市的每个月里都有人在哭泣 未曾哭过茶叶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 昨天你流的泪会成为财富 今天你吃的苦会成为礼物 今天唯有埋头苦干 才能安守幸福 别焦虑一头脚大实地 这是所有平凡人通往不平凡的必经之路 命运偏爱所有有勇气的人 负债的我们一起加油 到家咯 刚好是凌晨七点的样子 他们 大家都在 准备捞鱼 去捞鱼去了 农村里的人都起来的好早呀 好 嗨 大家好 我买年货啦 买年货啦 像不像我啦 我像我啦 我像你 你像我 我一个人回来 先带着孩子出来买年货啦 他爸爸还在那个店里边 他带着员工在店里面 现在一天还能做四千块钱一额 要做到大年 就除夕夜那天晚上才回来 那天晚上才回来 看着就去了 这在哪里 那在这里 哦 我来21 在这里 啊 家里在这里 过来看过来 全球赛山 你来家里好吗 打你打你 你要站起来吗 嗯 好呀 哎呦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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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